第二個面試加分技巧就是學會瞎掰 他跟你瞎掰,你也要跟著他瞎掰 如果他說你這樣子應該賺蠻多的 你就說我賺很多,我賺超多的 我買超多東西,我超有錢 他跟你瞎掰,不管他講的是什麼東西 你只要對你有利了,你都點頭 對你不利了,都不點頭 就這麼簡單,你就要跟他瞎掰 面試 第二個面試加分技巧就是 就是你要學會跟他瞎掰 跟那個面試官瞎掰啊 就是他講的一些瞎掰的東西 像是你做這麼久,你應該賺很多錢 那你就要說,對啊對啊,我賺超多錢 賺到... 第二個面試加分技巧 第二個面試加分技巧就是學會瞎掰 如果面試官跟你瞎掰一大堆 你也要學著跟他一起瞎掰 那如果他沒有跟你瞎掰,他很認真 那你也盡量不要跟他瞎掰 就是你要查音觀色啊 第二個面試技巧就是學會瞎掰 每一個面試官都在跟你瞎掰 沒有一個是沒有在跟你瞎掰 全部都在瞎掰 只是瞎掰的多跟瞎掰的少 你就要自己去拿捏 那別人如果一直瞎掰 那你也要一起跟著瞎掰 那如果他都講得好像很正經 那你也盡量不要亂瞎掰下去 簡單來說就是公司會畫一個超級大的名 不知道他到底做不做得到 但是他就先畫給你 那你也要吹牛 就是你要吹一個超...好像你超厲害 然後一直吹牛這樣子 那就是雙方一直互吹 互相浮誇這樣子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公司肯定就是一直畫柄 就是畫一大堆 他們之後要怎麼樣擴張 未來怎麼樣超厲害 這是一定會有的 但是你也要自己吹牛一下自己 就是這怎麼樣怎麼樣 你也要給自己一個好像 我好厲害 我好有價值的感覺 那別人才會想要使用你 才會給你offer 公司就會 公司肯定就是畫一大塊餅 然後告訴你說 未來我們可能會這樣那樣 然後賺好幾億這樣子 就每一間公司都是這樣 希望前途明亮 然後賺超多錢這樣子 但是你也要自己吹牛一下自己 就是你把現在的事實放大這樣子 然後就說我未來也這樣子這樣子 我可以這樣子 哇塞超厲害 整個團隊 哇塞執行起來 哇塞 效率超高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你也要自己吹牛自己 這樣雙方才會達成一個能量要越接近越好 他吹越多 我也要吹越多 簡單來說是這樣 第三個面試技巧就是 你最後肯定會有一個面試官說 你有什麼問題 你也可以問一下喔 那你這個問題呢 你就要去套他前面的話 還有你想要更知道 然後 第三個技巧 第三個面試技巧就是 最後面試 第三個技巧就是 面試官最後會問一個問題 說 你這邊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都可以問 那你就要開始問問題 那你這個問題要問得很精確 你前面 你如果有不清楚的 你就跟他說我不清楚 這邊可以想要再了解更多 但你不要一開始亂問說 你這邊怎麼樣 他明明剛剛才講 你馬上就叫他說 你就講一個 他不是這樣講的東西 你直接就被打槍 那你這個offer 拿到的機會應該也會敵很多 第三個面試技巧就是 你最後肯定會有面試官問你說 我們這裡都差不多了 那你那邊有什麼問題想要詢問的嗎 那你這個時候問題不是亂問的 你要問得非常精確 就是他前面講的 你要全部都記下來 你要問得很準確啦 你不能說他前面講的 結果你又講了另外一個 根本不是他剛剛前面講的東西 你要先 或者是你有問題 你可以再把它點出來說 我想要知道更多 但不是你開始胡言亂語 亂講一堆 然後他就開始問號說 什麼鬼 他剛剛不是這樣講啦 第三個面試技巧就是 你最後面試官肯定就會問你說 你還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嗎 我們面試差不多是這樣子 第三個問題就是 我們面試官最後都會問你說 我們差不多了 那你這邊還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嗎 那你這個問題就很重要了 你要問得非常精確 你前面他跟你講的 你都要把它記下來 而且你要問 如果你有不清楚的地方 你就說 這邊可能可以再講得更深入一點 他也會再講更深入一點 但是你不要胡言亂語 你不要直接開始瞎掰 然後亂講一大堆東西 然後讓面試官對你印象減分 扣分 他說我剛剛沒有這樣講啊 但你真是胡言亂語自己亂說一堆 第三個面試技巧就是 第三個面試技巧就是 你在最後面試 第三個面試技巧就是 你在面試的最後肯定就是 我們差不多都面試這樣子 那你這邊還有什麼問題嗎 那你就要回答 第三個面試技巧就是 你面試到最後你肯定就會 我們這邊面試差不多了 那你這邊還有什麼問題想要詢問的嗎 你這邊的問題 你就要問得很精確 你要嘛問剛剛都沒有講到的問題 要嘛你問的問題是 你剛剛可能沒有理解 你想要了解更多的東西 不能這樣子隨便亂講 說我們前面又怎樣怎樣 你不能自己瞎掰 就是前面沒有講到的 你可以問 但是你不能自己瞎掰 不然會很容易有破綻 就你講到一個 哇 可能 打 不服 第三個 第三個面試技巧就是 你不 WTF OK 第三個面試技巧 第三個面試技巧就是 我們最後面試就會 第三個面試技巧就是 我們最後面試完差不多 他就會說 都差不多了 那你這邊還有什麼想要詢問的問題嗎 你這個時候這個問題就很重要 你要問得非常精確 要嘛是你前面的問題 你想要延伸 知道更詳細的 你可以繼續問 那你不然 他沒有講到的東西 你就別再亂問一通 不然你就會破綻百出 你可以問公司的內部的管理啊 未來方向 就是一些 他們可以聊天的方式吧 但你不能開始詢問說 我們這個詳細工作 怎麼樣怎麼樣 也是可以啦 Whatever 第三個面試技巧就是 你在面試最後肯定就會有一個環節 是問問題時間嘛 就是說 那我們的面試差不多這樣子啦 那你這邊還有什麼詢問 第三個面試技巧就是 我們最後面試肯定會遇到的環節 這邊面試都差不多了 那你這邊還有什麼想要詢問的問題嗎 這個時候這個問題就非常重要 你要非常精確地去問這些問題 你一定要非常精確地去問這些問題 你一定要非常精確地去問這些問題 第三個面試技巧就是 第三個面試技巧就是 我們整個面試最後的環節 肯定會有一個問問題的時間 這邊的面試差不多結束了 那你這邊還有什麼想要詢問的嗎 這個時候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你要非常精確地去問這些問題 如果你前面沒有搞清楚的狀況 你可以再詢問一次延伸下面到底 我們剛剛這個可能想要再了解更多 OK 這樣子OK 但是如果你瞎掰 講到他剛剛根本不是這樣講的 或者是你講到他可能沒有提到的東西 這個就會有一些風險 就是要嘛他會覺得 其實講一講你就 記住一… 快點… 快點… 快點…